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以背景说明的方式 向本台朱棣记者证实 拜登政府在29号通知国会 将首次透过外国军事融资FMF 提供台湾80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 因为过去美国对台军售都是采对外军售的FMF模式 但这一次是第一次透过外国军事融资的FMF模式 而且在一个月内 拜登政府透过不同管道 提供台湾9亿2500多万美元的军事援助 可是最新一次的军事内容并没有列出细项 但是外媒报导指出 可能涵盖装甲车 无人机跟弹道飞弹等等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